爷爷 您好 我是翠芳 谁你爷爷 咱老家 都是睡着孩子的城户来叫老人的 爷爷 笑什么笑你 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 你是不把我往火坑里面推你不甘愿是吧 我怎么会生成你这种儿子 不对 怎么了 我是来打扫卫生的 不是来照顾老人的 这打扫卫生跟打扫老人是差不多的意思 这都可能 没问题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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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他那个穿那个衣服 外衣能穿妆脸 内衣穿的是桌布 吐不浪漫吐得快掉帐了我看 我不会呀 爷爷 别吓我啊 爷爷 没事 没事吧 别碰我 爷爷 你是想要种肥还是散气凯啊 我给你来个地方志愿中阳 好极了 很景人了 真帅 爷爷 帅你个头 我给你来个地方志愿 爷爷啊 让俺到沈夜石头买这些菜 爷爷还说了买不着这些菜就败回去了 这个苏主任是在玩儿你呢 什么菜啊 清蒸全阳 炸飞银 三鲜鱼翅 我 燕我 燕我 你到底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呢 还是花蜜呀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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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带准备刀准备一下 准备撞的是棍子还是锯刀 你想点什么 你想带我到一个越黑风高的地方去分尸的吗 如果分尸的话也要注意这件事情要进行全身嘛 好 最 可以停一下吗 好吃吗 你做的东西要是不好吃的话 这种鬼时间营业这个店还能混得下去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让我赞美你几句是吧 好吃 好吃 太好吃了 简直是人家难得的美食 这是崔芳做的 有 说什么